和弟弟快结婚了 我这个党结了得表现一下了 你看这老公家里面 租穿的白金蘑菇 能卖个几万块钱 白金蘑菇 这种造型的东西 我倒是第一次见 如果这个葛大是白金的话 那最低得一二十万吧 那一二十万太好了 和弟弟这结婚 这等着我保护了 能卖多少点最好 毕竟是古东 是不是古东 我没看出来 但是我看着造型也不像蘑菇 另外还有他这猜纸 那这上面有很多地方 叫做省驴秀了 古东最起码得是 上百年间的东西 反正我看着这听醒了 这弟弟结婚 咱还需要你保护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当时嫁人的时候 那爸妈妈妈都跟我说 尽量找个条件好嘞 因为家里面穷 弟弟以后需要我保护 那爸妈如果真是这样说的话 任何人停了之后 洗面都会很散 这和民间啊 这都是重担情绪嘛 刚才如果也很烦 洗面也很有压力 但是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我多少点要绑他一下 如果有能力的话 挡劫了 改绑也得绑 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 应该是才结婚没多久吧 才结婚两个月 才结婚两个月的话 手里边应该 全也不是太管于 不然也不会男的老公家 租穿了这个背景蘑菇来变现了 是的 我和老公也是自探的 他家里面条件也不是太好 但是弟弟结婚那积用钱 我还怕他爸妈失望 那看出来你确实是一个东室的女孩 已经是整形了替父母粉游 也像师大师来帮弟弟 那你感觉这个背景蘑菇 这能卖多少钱 你刚才不是说一二十万吗 这一二十万给我给他装修 逮客用了 能夺卖的钱更好 省了他爸妈为钱发售 听出来了 你的意思是这个背景蘑菇 卖多少万 全部都给他弟弟 是的都给他 那你这样做的话 就像哪里是冲地狂摸了 这要是让那老公知道了 这还聊的 你们俩这不省计才怪 解婚是大事 我都替他做一回租 没事 您看看吧 给我个施价 那行吧 那我就简单的给您说一说 这个白景蘑菇 说起来 我不认为它是白景 白景分为拔景和拔景两种 颜色广遮度 和您拿过来的这个 有明显的差异 白景它非常抗服势 而你这个上面你看有很多这个驴秀 这至于说明啊 它的材质不是白景 另外我拔着这重量也不对 你这个大概也就一景一内吧 因为白景的密度啊 和黄金差不多 这么大提及的话 怎么着也得讲进二景了 然后 我认为啊 这个并非是什么古东 你要是看它的造型的话 要造型没造型 要样子没样子 你说它是蘑菇 我说它什么都不像 另外从这个东西的外观上看 形成的事件并不差 广遮度 也就是最近才做出来了 以我看 材质倒像是阴的 汉阴亮的话 应该能达到这个啾啾阴吧 从它这个底部看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风窝 这个风窝可以看出来 大概价值的话 差不多也就 几千块钱吧 几千块钱 对 你这看着到底准不准 这几千块钱手机让我失望 那爸爸估计更失望 那你失望 以后也没办法 因为你拿过来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不值钱的东西 它不是故东 画上手了 你只为一个姐姐 是吧 你也是才结婚 手里面有多少积蓄啊 你就尽可能了 经自己说弄 去绑弟弟 不能说 弟弟结婚 这个所有的开销 非得都要去 让你去春男 说实话 这确实压力挺大的 我个人感觉吧 这个你要量力而行 那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了 这几千块钱也不敢压力啊 那找其他人看看吧 那确实 行 你再找其他人看看也可以 你反正 我感觉这个统一 你是指望不上了 那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那找其他人看看 嗯嗯嗯 你怎么会显得